機車騎士一路搖搖晃晃起了好長一段路 但他不知道其實警方早就盯著他很久了 男子後來眼角餘光發現慘了 後面有警察也聽到停車受檢 只好乖乖地站在一旁 但他回答支支吾吾的 原警覺得奇怪 馬上要求查驗身份 結果原來這名男子是地檢署發布的通緝犯 案件發生在9號晚上9點多 五星騎士在花蓮市十六谷大橋下 騎著車悠閒地晃來晃去 警方經過見到他 發現騎車不穩一路尾隨 主動上前關心 結果他不僅是通緝犯 車上還藏有兩包夾鏈帶 通通都是毒品 三更半夜在馬路上晃 以為不會被發現 可能剛交易完毒品 正要開心地回家享受 但還是被警方的陰眼戴個正著 TVBS新聞高志宏李家燕花蓮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